哈囉大家好,我是劉胖胖 華碩電腦於1989年成立,今年剛好滿30週年 所以在本次Computex 2019大展中 華碩推出了三項30週年紀念商品 包括ZenFone 6 Edition 30智慧型手機 ZenBook Edition 30筆記型電腦 以及Prime 299 Edition 30主機版 我們也實際來到位於南港展覽一館的展場 帶大家看看這三款特別的產品 ZenFone 6 Edition 30擁有霧灰的機身背面 搭配經典同心願法斯文設計 呈現出標誌性的放射狀光澤 並內牽30週年紀念LOGO 規格的部分也同步升級 搭載了12GB RAM和512GB ROM 因此性能比起一般版本更為強悍 而除了規格與背面的差異之外 其餘就和一般版本相同 ZenBook Edition 30的型號是UX334FL 這款筆記型電腦的上蓋採用珍珠白義大利皮革 並以手工縫製打造 搭配玫瑰金的陽極氧化鑽石切編 上蓋則是嵌入了18K玫瑰金鍍金的30週年紀念LOGO 造型相當優雅經典 規格方面則是搭載了第八代Intel Core i7 4核心處理器 以及NVIDIA GeForce MX250獨立顯示卡 並內建16GB記憶體PCIE SSD等規格 螢幕則是13.3吋 機身號稱同尺寸最小 並採用窄邊框設計 讓螢幕佔比達到95% 同時它也內建了新一代Screenplay 2.0第二螢幕觸控版 至於Prime X299 Edition 30主機版的部分 除了設計霸氣而且有濃厚的科技感之外 也支援目前性能最強的Intel Core X處理器 以及目前最快的SSD與記憶體規格 並針對散熱能力的部分從結構與散熱片進行提升 Io的部分除了有兩組Tumball 3與DisplayPort之外 也支援最新的Wi-Fi 6無線網路 它也內建了一片兩吋LiveDash OLED的動態面板 能夠用來顯示重要的系統資訊或文字、圖案等個人化內容 以上就是這三款30週年紀念產品的介紹 大家最想要哪一款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也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劉胖胖 下次見 掰掰